小姐 就是这里了 我说老婆 你要想想办法吗 没有生意我也没办法 你简直是个废物 怎么办 还有你 擦擦擦擦擦擦有什么鬼用 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出去招揽客人 快去 是 这段时间为什么生意这么差 连一只肥羊都没有 该怎么办 两位姑娘 住店吗 不 我们是来找人的 王小二大叔在吗 在 里边请 老板有人找你 眼前这两位可爱的姑娘一定是要住店了 不 我们是 我们这里的客房是又大又干净 对了 还有吃的东西 这东西呢 我们这里是物美价廉 你们两位可以随一试 老板 您是王小二吧 没错 这是我们老爷给您带来的信 还有一些银两 老婆 来了 你们是 表姨 我是荣荣啊 你就是咱们李大人的女儿李荣荣啊 荣荣啊 看都长这么大了 真是越长越漂亮了 哎 表姐表姐夫好吗 为什么你们大老远的从长安跑到这儿来了呢 啊 是这样的 表姐夫说呢 她在朝中有点事 托我们照顾荣荣几天 而且呢 还送了一点点银亮 表姨父 表姨 我不会耽误你们很久的 住几天就走 哎呀 都是自己人不用客气了 住多久都没有关系嘛 说什么废话 拿忘 拿行李去 快去啊 走吧 快去准备一间上好的房间啊 好好 来 请跟我来啊 哎呀 荣荣啊 这间房间呢 看清楚 看清楚 这就是我们鹿州店里面最豪华的上等房间了 你当是自己家就行了 有什么要求 尽管和你的表姨说 我先下去忙了 你随便 随便 谢谢表姨父 姑娘 这琴放哪儿啊 放在这儿吧 放在桌上吧 谢谢你大哥 不用谢 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你们先歇着吧 待会儿我让他们把晚饭端上来 你们就不要抛头露面歇着吧 麻烦你了表姨 哎 自家人客气什么 春花 把琴拿到那边捉上去 好的 这就是李大人啊 就是李大人啊 就是李大人啊 这今天怎么回事啊 李成功 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吧 堂堂的开国元勋 皇上之暮雨沉中 最后竟落得一个抄家谋反灭门之罪 如果你早点和我们合作 怎么会落到一个段子绝孙的下场 殿下方 殿下吩咐我 只要你说出你家女儿下落 我就保证让刽子手给你们全家一个全尸 让你们死得痛快 你有话说 有话说 这就对了吗 说出你女儿的下落 你我都有好处 来人哪 把她的寇布给我解下来 杨广 你杀害秦妹妹 陷害兄长 皇上封你为太子 大随江山 必定会在你手中 死到临头了 你还敢辱骂皇上 时辰一道 斩 怎么了小姐 秦贤无故折断 不急 客官 你的菜来了 来来来 老板 这弹琴的是谁 是我那个远房亲戚 这琴声幽远动听 我想肯定是个人间仙子啊 听琴声未见这庐山真面目 可惜 可惜啊 陈李渊多年融入 本欲有生之年为大随开疆阔土 奈何年事已高 多年战伤 现在一并复发 实在是无力承担重任 请皇上准许我结甲归田回太原 从此不管兵事 余生清查淡犯 你多年为本朝出生入死 凭臣有功 一旦此官是我朝的一大损失 朕就命你回太原留守 截至西京 不问兵事 只做参文 即刻启程 卸助隆恩 臣鞠躬尽瘁 为朝廷做事 死而后裔 如今一句截假辞官 就让李渊给跑了 还不是高颖的一句话 打动了皇上的心 这个高颖 坏我大事 我万万不能放火归山 殿下稍安勿躁 现在李渊兵权一劫 势单力薄 要杀他 简直是易如反掌的事 你有办法 当然有 而且做到万无一失 还不能牵扯到殿下的身上 说来听听 李渊回太原 毕竟经过同关 连他的家仆最多也就二十多人 我们派人拦图截杀 让李渊全家一个不胜 但是可以派什么人去呢 难道派大内宫中宵禁 令公子的武艺挺不错 但是跟的李渊相比 只怕打个平手吧 太子殿下 好戏还在后头呢 这就是孝儿成都 成都 快来拜见太子殿下 殿下 听说你武功很厉害 我很好奇 好 如果你十招之内把我的随从打败 赏你黄金白两 他们不配与我交手 什么 他们可是我府中一等一的侍卫 你说他们不配与你交手 小兄弟 别太狂妄了 他们在我眼里 农包都不如 等等 好 你说 什么人才配与你交手 臣听闻太子殿下身边 有风雨雷电四大高手 暗中保护殿下 臣觉得他们四位才算是个东西 唉 宇文成都 风雨雷电一出手必有死伤 我看你别逞一时之强 网宋性命啊 比武较量本来就是生死相搏 难免会有死伤 我怕伤了性命的不是我 而是您身边所谓的四大高手 哼 你别小看他们 他们在江湖上是大有名气的 在我的重金礼聘之下 才隐姓埋名 可不是一般的大内高手 若然真是高手 又何须成群结队 互撞胆气 并以风雨雷电这些唬人之号来自居 我看是一般唬人之辈 并无真才实学 哈哈哈哈 人还没到废生先到 这不是高手 是狗 臭小子 口致那么大 你是不是谁啊 我师父 你早就被我杀了 杀 好 果然是高手之中的高手 宇文成多 臣在 我就封你为我的贴身侍卫 既是未来的护国大将军 臣谢太子殿下 好 由于文成都在 李渊难讨我掌心 哼 我要亲自出马 将他的心挖出来 以及张控二妃在天之灵 如此小事 何须有了太子殿下 交给臣弟至极办就可以了 由于文成都在 还有什么意外 哼 我要亲眼看着李渊跪地求饶的样子 然后将他慢慢的折磨死去 方谢我多年的 青头之恨 一家二十多狗 全部被斩 这李成功可真有骨气 在临死之前 还打马当今太子害凶杀妹 这位大哥 你刚才讲什么 这么大的冤案 你还不知道 这李成功被害谋反 全家抄斩 啊 大事不晚了 出事了小姐 出什么事了春花 我听外面有人说 老爷和夫人出事了 你说什么 再说一遍 听说 老爷全家 被满门抄斩了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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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亲犯 如果被朝廷的人找到这里的话 我们可是窝藏罪 一样要被杀头的 但怎么说她也是我表姐的女儿啊 孤苦伶仃的 怎么可以赶她走呢 我看倒不如叫她隐姓埋名 先在这里躲一躲 等风声过了之后呢 再送她走 谁叫我们是亲戚一场呢 只能冒着生命危险收留她了 但是不可以白吃白住啊 她不是放了些银子在你那儿吗 哎呀 那些怎么够呢 长贫难顾啊 哎呀 有了 有了 她来了之后 她的琴声吸引了不少的客人 大家都想一睹她的庐山真面目 不如我们就叫她出来弹琴渔滨 肯定是一条发财之路啊 就怎么办了 你这个人呢 无时无刻不想着钱 喂喂喂 我是个生意人哪 可不是开慈善堂的 嗯 对对对对对 小姐 你醒醒啊小姐 别吓唬我 小姐 小姐 你醒了吗 爹 娘 哎呀 容容啊 你怎么样 哎 容容啊 表姐表姐夫的事儿 我们也很难过 可是人死不能复生啊 你还是节哀顺变吧 你今后还有什么打算呢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们听我拿主意吧 你还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吗 我们窝藏朝廷侵犯 是杀头之罪 我们真的担当不起的 你们还有没有良心啊 我们家小姐现在都这样了 哪还有什么地方可去啊 你们还想赶她走 哎 你你 她不是这个意思 念在我们亲戚份上 我们也没那么绝情 可是小心使得万年船嘛 容容 你要是留在这里的话 就得隐藏身世 千万不能让人知道啊 这个我明白 但是总不可以白吃白住的嘛 我倒是有个办法 一来呢 可以隐藏你的身份 二来呢 也可以为你的生活做个保障 表姨父 您说吧 哎 我的意思是说呢 以后你就跟我同姓 姓王 是我表妹 从长州而来的 以后呢 就在店中 弹琴娱乐一下客人 什么 你让我们家小姐扑通露面 不行 怎么不行啊 我冒着生命危险才收留你们的 如果你们不愿意的话 随时都可以走 我是不会留你们的 你 容容啊 表姨父说的对 做人嘛 要面对现实 既然家门不幸 就得靠自己的双手生活 我 难不成 要我们照顾你一生一世吗 你们别冒哭耗子 假慈悲了 淳花 表姨父说的对 不管天大地大 我们俩能去哪呢 暂时留下来也是个办法 自己找生活 也是应该的 小姐 还有啊 我们现在这里呢 住房非常之紧张 麻烦你们等一下 把房子打扫干净 腾出来给新客人住啊 那我们住哪啊 问得好啊 你们是下人来的 当然是住下人的房间了 我 小姐 小姐 春花 就是东西 其实这一间房也不差的 又大又亮堂 空气又流通啊 你看一看看 对了 就睡这张床吧 你看看啊 哎 我们两个怎么睡一张床呢 哎呀 相互将就一下嘛 应该没问题的 哎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那就一个睡地上 一个睡床上 绝对没问题的 喂 你不要骑人太甚了你 哎呀 真是的 你是丫头的命 小姐的身子 有地方给你们住 算是你们赚到了 还嫌这个嫌那个的 你真是的 啊 嫌这样了 小姐 我们以后该怎么办呢 总不成在这里受气吧 哎 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我无论如何都不能相信 爹会无缘无故 变成反贼 不还是那个阳光狗贼 都是我惹的祸 要不是我遇到阳光 爹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小姐 不要这样说 老爷本来就是个政治不恶的人 阳光一直想跟他对立 一直都是他的眼中钉 这跟你见到他 根本就没有关系 可是爹一向忠心耿耿 得到皇上的器重 怎么会在无缘无故之间 忽然由忠臣变成反贼了呢 我一定要把事情弄清楚 替爹平反 可是小姐 我们两个女流之辈 想要替他平 我相信 只要苍天有眼 不管有多少艰难 我都要替爹平反 陈华 这些首饰 你到长安去便卖掉 想尽办法 收拾我家人的遗体后葬 然后在法门寺立个灵位 让他们泉下有之 陈华 顺便打听一下我爹被害的原因 办完这些事情以后 你就可以自由了 小姐 你不要我了 陈华 我怎么会不要你呢 我们情同姐妹 可是今非昔比 我不能让你跟着我受苦 小姐 陈华不怕 夫人临死之前说过 我要照顾小姐一辈子的 小姐 你等着我 我办完事情以后回来 我们一起 一起替老爷申冤 陈华 小姐 爹 娘 都是女儿害了你们 要不是我遇到阳光 爹也不会遭此毒手 求爹娘 在天之灵保佑女儿 早日为爹娘深渊保仇 你真是想害死我呀 你爹他是个反贼呀 你居然敢把他的灵位放在这里呀 你 我爹不是反贼 他是被陷害的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不要提起自己的身份 你现在是姓王 不是姓李呀 如果你再不听话的话 麻烦请你立刻走人呢 好了 好了 大家安静 其实是这样的 我们店里面 住了一个神秘的抚勤者 他为了回报大家 对他的爱戴和赏识 今天决定呢 以真面目示人 好 但是啊 大家要记住多多打赏 有请柔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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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到刚才的掌声了吗 来来来来来 我来帮你啊 哎呀 多少人喜欢你啊 来来来 妈妈来啊 小心啊 来 你弹两首最拿手的曲子 让他们听听啊 啊 妈妈来来 来来来来 快看快看 哎呀 哎呀 造反啊 什么呀 造反啊 哎呀 听说李成功一向忠心耿耿 怎么就会判了一个谋反的罪名呢 杀头了 一家二十余口人都被处斩了 听人家说在京城里做官 比行航走马还要凶险 个个都勾心斗角的 如果他们愿意把时间和精力 都放在关心百姓的生活上 就是天下的福气了 哎 秦大哥如果有一天当了朝廷的大官 你肯定会比他们好 别做梦了 赶紧回去吧 大人还等着我们呢 有两批犯人 分别要押往鹿州跟魂州 你们俩明天一早上路 更重要的是 向当地知府要回席闻 此事万万不可遗漏 遵命 遵命 淑宝啊 这件衣服你拿着 娘我很快就回来了 不用担心我 拿着 你长这么大 还是第一次独自出远门 你娘关心你也是理所当然 淑宝啊 来 嗯 淑宝啊 有几句话 你一定要记住 你是第一次出门啊 这外面的世界 并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 你一个人独自出门 凡事要谨慎为妙 且不可以感情用事 即便是不得已出手救人的话 也无需留下性命 这样一来 十人不图报答 这二来呢 也可以避免闯祸以后 被人复仇上门 淑宝啊 你要记住 得饶人处且饶人哪 记住了吗 安叔你放心 我记住了 停 我们先在这里休息一下吧 你们自行把沐家脚料先除下 待会上路 你们自己再带上 谢谢陈大哥 陈大哥 我们也去休息一下吧 好 来 你走吧 谢谢陈大哥 你快点 发火 我听说这山上 有一个五子虚的祠堂 我想去平调一下 要不你先带他们走 下一个驿站我们见 也好 一路上你自己要小心哪 你要小心 好 起来 我们准备出发了 好 来 远吉 别闹了别闹了 像哥哥市民这么乖就好了 远爸快睡觉了啊 乖点啊 睡觉 这边 真不愧是一代英豪啊 英豪又如何 还不是落一个背景离国的下场 庄师请留步 庄师 小心牢狱之灾 庄师 小心牢狱之灾 这个你可就看错了 我本身就是公差 正在衙门 怎么会有牢狱之灾呢 你放心 我并非信口开河 贪财之人 只是看状势气宇宣昂 想必是牙役之人 我会小心的 多谢了 若能逃过此劫 必成国家动量之财啊 就这样 就这样 娘怎么办啊 不要怕 这场 这场 快去保护你娘 娘 娘 快跟我走 不要有牢 夫人 杀 快 杀 杀 杀 别跑啊 娘 快醒醒吧 醒醒吧 醒醒吧 娘 娘 娘 原网 你们这帮畜生 连一个小孩都不放过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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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你没事吧 嗯 怎么样 孩子没事吧 没事 就是皮外伤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李元巴 疼不疼啊 疼的时候我没哭 壮士 壮士狭肝一胆 救了我全家性命 来 受我一拜 快快请起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何足挂齿 大人如此大礼 深受不起 要不是壮士及时赶到 我家二十多口人 早已暴失山头 来 快快拜过恩公 多谢恩公 快快请起 快快请起 甘文壮士尊姓大名 日后我李元 一定要背后礼 感谢恩公救命之恩 你是唐公李元吗 正是 那壮士是 在下 在下 在下秦武 秦恩公 如果有时间 等我李元背着后礼 我去拜见恩公 不用了 在下还有事 就不多打搅了 这里不太安全 趁天还没有黑 你们就赶紧上路吧 在下先行告辞了 后卫有期 殿下 你没事吧 没追来吧 追来更好 省得以后更加麻烦 你看李元认出我了吗 应该不会吧 他要认出来的话 一定会大声叫的 那就好 要不然他在父皇面前告我一状 我就完蛋了 李元这家伙真是命大 居然在这个时候 这种地方 杀出一个捕快来 救了他们全家一命 如果不是那非来一姐 李元早就去殷草地府了 一个捕快就坏了我大事 真是深深不愤 长东 我去杀了那个捕快 回来 回来 你以为人家会等你吗 先保护我回京 这个仇日后再报 走 如果不找到你 我就不叫宇文成都 你们为了救我全家人的性命 而遭遇贼人之手 我一定要尽全力 照顾好你们全家的妻儿老孝 你们在九泉之下 安息吧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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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进城 你带着你母亲先走 好 在前面的城府寺等我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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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对 走 他 他 他 就 大庄主 大庄主 怎么回事 谁干的 回去 回去告诉二庄主 定要想他离冤 讨回一个公道 替我报仇 大庄主 大庄主 我赢了大哥 我去昆州 那我就去陆州 我们走 你们两个跟我走 班虎 完事以后我们在陆州会合 在哪会合 陆州 好 听你的 陆口会合 原吧 听话 不哭 老爷 想什么呢你 我再想今天遇到的那伙强盗 快别提了 想起了我就害怕 原吧 就差点死在他们手里 这些人来路不明 又不像是为了钱财而来 无疑又那么高强 看来 不像是普通的山贼强盗 多亏了恩公及时相救啊 老爷 不如我们以恩公的相貌造相 在寺中立个长寿位 每年来参拜 就算我们对他救命之恩的报答 夫人 说话极事啊 也好 明天我就到寺里找人 早相拱风 大家歇会吧 谢谢秦大哥一路上照顾 谢谢 老爷 快去吧 好 Shin 一大清早带着一大堆这样的犯人来这里干什么 坏我的生意啊 跟你讲啊 立刻走 滚呢 走啊 太贵了 太贵了 让让他 这位客官 您是住店还是打尖 住店 这边请 老板 这位客官住店 住店的吗 住店的 怎么又是你啊 我把丑话说在前头啊 我这家酒店呢 收费的确不便宜的 而且住在这里的人非富即贵的 我看你呢 还是到别家去住吧 走走走走 走吧走吧 这个做住店押金 可以吗 好 好好好 绝对够了 没问题 没问题啊 哎 你还站着干什么 快点帮我把大哥带到上等的空房去 请 慢慢走啊 哎 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啊 不用太客气的 啊 茶道哥? 啊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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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吗 我想问问你 外面弹琴的那位姑娘 为何琴弹得如此悲伤啊 她是我们老板的远房亲戚 她琴弹得好不好呢 我们就不会欣赏了 但是她来了以后啊 客人的确多了不少 什么呀 几位客官慢走 慢走 慢走 接上接上 喂喂喂喂 你是不可以做这张台子的 怎么了 有什么不妥吧 不不不 是这样的 只不过我们这里呢 有一个规矩 这张台子离这个琴这么近了 价钱自然会贵一点点 不知道你 好了好了 尽管上菜就吃了 好 你等等啊 阿王啊 上菜 好嘞 上菜啊 一 一 够啊 三 二 三 三 我今儿不老上了 九楼下了 很好 上帝板板 下民足淡 出话不然 唯忧不远 迷胜管管 不食于淡 有之未远 试用大剑 伏兮祸衣 祸兮 祸兮 伏矣 云云众生 命向守之 这位施主 可否让平道一相面相 如若不准分文不举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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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走走走你不要阻碍大家在这里听音乐啊 这里是没有人请你算命的请你给我滚出去 滚呢 等等 这位道长 可否与在下喝一杯果酒呢 多谢施主赐酒 敢问要平道赠言吗 我不信鬼神之说 所以不用了 虽然不信 但听听何妨 施主乃宫门中人 此行有宫目在身 出生名门之后 心中背负仇恨 对不对 施主不必惊讶 平道并非什么神人 只是相由心生 我从施主平常 言谈举止看出 略知一二罢了 佩服佩服 道长果然心思缜密 听道长刚才进门所念的一诗 便知道道长 非是一般的江湖相识 不知道长高姓大名 我秦书宝能否与道长相交呢 你就是江湖上人称小梦常的秦书宝吗 拼道徐茂公乃临近冬月灌灌主 近日有幸与英雄相识 这乃三生有幸 不敢当 这些都是江湖上的朋友 给予了称赞 拼道平日云游四海 即使不少江湖中的朋友 秦兄的大名又岂能不知呢 对了 徐道长 刚才听你静门时所念一诗中 说朝廷有人要逆反天理 上天要给予惩罚 不知道长为何如此大胆 公然敢念反师 刚才我入京门外听到秦升 被秦升所处 亦是有感而发 有感而发 道长 你既已顿视朝廷之事 为何有如此在意呢 朝廷之事乃天下苍生之事 天下人又岂能置身于世外呢 事不相瞒 我入道之前 曾投豺狼与文质吉门下 因不屑取卑鄙行为 所以才辞观学道 秦兄 我看你乃忠义之事 有一事不妨相告 贫道近日夜观天象 发现地心一味 凶星大亮 抚星陨落 此乃天下将大乱之征兆啊 徐秀 如今天下太平 何来大乱之相 非太子立晋王 应验地心一味 李成功全家备斩 应验抚星陨落 叫我怎么能不担心呢 文说成功 一向忠心不二 敢言不阿 想不到竟背负这一个 谋反的罪名 含恨九泉 战乱纷飞 人间冷暖 儿女情长富贵梦 有谁知 苦海无边 情都除开千金女 一朝好梦 却难愿 沦落风尘 泪洒千年 泪洒千年 苍天恨 到时红颜多过敏 海已当年 再续情愿 愿天下拥太平 再爱已绵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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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之乡 一瓶井汁 在山东喝之乡 一瓶井汁 邀请您接下来收看 精彩节目 一安宁丸 一种治疗关心病的药物 及其制备方法 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一安宁丸 史创于香港 珍贵祖方 百年传承 做好药 贵有恒 一安宁丸 祖方精妙 由冬虫夏草 鹿绒 西红花 海马等 十四味药材 精致而成 一颗平安心 百年一安宁 一安宁丸 治疗胸闷 气短 失眠 乏力等症 小药丸 有能量 心安宁 人安康 2007年 一安宁丸 一种治疗关心病的药物 及其制备方法 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一颗平安心 百年一安宁 特攻任务 整修无聊 美志愿特加三种果力 引爆多重妙趣 历历有料 妙趣引爆 美志愿三重果力城 医生分享庄 现已震撼上市 北京华博医院 升职健康 与博院症专业 010-5931-3333 人生